国家农作物种子资源库 目前建在中国农科研作物科学研究所 新库2019年2月开工建设 今年9月份建成并投入运行 这个新库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容量大 总容量达到150万份 保存能力 从目前来讲位居世界第一 可以满足今后50年 全国农作物种子资源安全保存 鉴定挖掘和新品种培育等重大需求 二是保存方式完备 基本实现了种子的低温超低温保存 还可以保存试管苗和DNA 覆盖了世界上所有植物种子资源的保存方式 三是技术先进 保存技术达到或者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 保存全过程实现了智能化信息化 总之储藏寿命可以达到50年 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 目前来讲我们的保存寿命是在全球来是最烫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